这的时候 我的手在这 对不对 那感觉上 因为这两点有撑到的地方 好 我先讲这个 如果这个撑 我去打它的时候 这个撑还在 我是没有办法打它 我一打你就撑 好不好 对不对 它会撑着我身体 一打 一打就撑着 把我的劲塞住 那我如果从这边打呢 从这打 它只要这个撑没有消失 那是什么 我就打不过来 对不对 因为越打它就越撑嘛 所以这两个力量相互撑到的时候 你要打它 你是不能给它这个撑 如果我要从这打 这个撑 这个撑的地方要消失 有没有消失的感觉 我因为做慢动作 它会慢慢消失 慢慢消失 对不对 你看 这样 这个时候 开始它拔根了 拔根 我如果往这边打 它会往这打 对不对 就用走打 我撑着的东西 我用走打是不可能的 因为它就撑得到 我一打 其中一个撑的 没有撑的条件 我现在它过来了 我就不能用这边打 因为再打就打到身上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撑点 所以我要把这个撑点挂一下 这边没有了 它就走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感觉要很明明的东西 这个撑点在 我这边已经没有撑点了 就是这个撑点 所以要把这个 如果我要把这个撑点往这挂 可以 我让一下 就这个 这个顺势带 这个劣带千才 那我如果要反向打呢 也是一样 你就是不能给它撑点的时候去打它 这个不见了 你的 有这个 把它的上面这样 跳跃式的打就是 这样打 它就撑不到了 因为这个寒凶拔背 寒凶拔背 如果你是挺胸 很像 往上打 就跳跃过去 你懂得 如果同样我用楼膝摇步 这样打的时候 这样打的时候 这个撑点还是不能在 如果撑点在 你拿它 就越往这边撑了 对不对 越打它 越把它越往这边撑 那这个楼膝摇步 你就是不能提供这个撑点 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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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往那边撑 在所谓下去的时候 因为它没有办法支撑我 我的腰 腰由主撑着 这个时候我被它拢走了 我这个腰下去的是我的主宰 让它撑点不在 不在 不在 但腰有主宰 脚要有根 主宰 像这 有根的 我们这一次可能就要准备打人 这个带 带过去 不只带 所以不要提供 当我们打人的时候 这个身体不要提供它能够支撑的 否则你怎么打 它都撑着你 只有把那个撑空掉之后 各种的就可以用了 那撑着一空掉 它的根就开始浮起来 腰的自主性就不在了 这个就是刚刚你的问题 好 好 這是